2008年老百姓咬了我 那个时候我犹豫地养个多业 因为我的企业做得很好 我做到了省计那么多企业 要过我来当书记的话 要不然就做不好企业 要不然就当不好这个书记 老百姓就跟我说 你要一定要回去帮帮我们 我们现在饭都没吃 我听到这个话以后呢 我就有点动心了 为什么老百姓还这么勤 我飞来的时候 天我们的办公桌 办公椅都没有 所以我就算不拿 不拿工资 不拿捕猎 不拿费 但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到房积生 包括一间烟 十年时间来了 到现在为止不是要 我们有些老百姓 他们原来有个习惯 天天打麻将 我每天都到老百姓家里去看 要人家腾功了 要人家养传了 有些人也问你管什么了 反正赚个钱是我的 赚钱是你的不是我的 他说你必须把它赚好 要登西 不要打麻将 麻将没用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 老百姓到银行都贷不了款 我找了银行 为什么贷不了款 他们说 你们房积只借钱不翻钱 谁没有老百姓能贷款 老百姓也想干什么 他都干不了 借我基本上都是 都是我赢我自己的成果 去担保抵押 给老百姓贷款 现在我们的一帮地 这一帮都都有一万块钱以上 高得有三万块钱输了 一帮地 这样就能够增加老百姓书的简洁求业 门内有90%个人在外面打工 现在90%个人都回来了 10年前我们这个城没有几个大小生 现在是有了300多个大小生 吸引我这个十年时间 至少我过来要省下2000万 钱有什么用啊 现在我们老百姓 每年都能够多增加2000万 也说呢 复评病毒是17万以上 我们这个成果已经退化了一个亿 1.2个亿 所以老百姓的新人 老百姓的新人是今年买不到 那么自己只要能动 能有一肯息 也要为他们做点事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